不吃肉就能降吗 不吃肉可能能降 还得锻炼别的 一天走六千步 一天走 六千步七千八千步 一天走这么多步 对 骑自行车不管用吧 不 我骑不了自行车 我现在是那个方向不行 走路容易得更多 哦哦哦哦哦 哎呀 七百九十八个 微信的 哦就这微信的朋友圈 对 微信的朋友圈 谢谢 凯兄 我说凯前妹 他让我叫他大富 或者叫凯兄 有一千 一千七百九十五个朋友 所以我给他发微信 他平常都看不见 我就知道 我还不能说这个话 他真的有了 记住我了 是吧 我一个红的特号找 谢谢您发我这些照片 对 这五贵钱 五贵钱 对 哎呦 他把钱买了 哎呦身体真好 身体好 嗯 来呀 很好 啊 这些是前一 不 一个位主委吧 我们就点起了 啊 也得杨姐吗 啊 这是这杨杨姐 哦杨姐 哦杨姐 这是我 这是您 对啊 您是很高大很高大 跟我想象的一样 他已经那么瘦 我想象不到 他 吃的清水煮白菜 清水煮白菜 他 他 啊 对 哦哦哦哦 一会我得跟他学学 怎么那么瘦 啊 啊 我瘦不了啊 对 你那你不吃到吃了吗 啊 也能 就是吃豆制品之类的吧 那个没事 哎 哎 还凶 那个凯凶说你只吃清水煮白菜 连油都不放 咬眼吧 夸张 夸张吧 夸张 夸张了 夸张 完了我跟他请教 他说 你只要是不吃 不吃肉 每天走七千步 就能瘦 前些年 这个他的经验 他不在外出了15号远 他那个孙子 哦 三万两万的教育 时间前 是二八片 多比进啊 他关键是 他特别是责教入学的 后来我就提一下 我就变成是家长和家长的紧质 金钱和金钱的紧质 你们那个特产是吧 对 我老家 我跟家家 你老家是哪啊 江苏苏北 哦 苏北 我们去过 苏北的哪了 你老是14岁前到 明月淮安到 这 这这样去 哦 啊 你学习特棒吧 学习就中学特棒 中学就特棒 但是 大学就 写不上了 大学写不上了 中学哪个中学呢 中学是 心中下面的 小中学 小中学 但是 我们老师抽吧 啊 老师 我今天发音嘛 啊 把一笔教师 优牌教师 反正我们学去了 哦 哦 书里 话 语文 全是优牌 都是优牌 啊 但是他们 教学水平特别高 啊啊啊 所以说 后来我就看了 啊啊 您清华哪个系呢 工画系 我化学上的考一百 化学考一百啊 对啊 啊 就是啊 就是啊 工程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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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厉害啊 对 那现在 现在叫学霸啊 超级学霸 到清华 你比较不上了 显不出 显不出了 那哥哥厉害 你说你厉害 他比你还厉害 对对对 那您那您怎么 那您能当学生领袖 您靠的什么厉害呢 是的啊 首先也得 这是往往每到么学校去整 啊 两个人 整了八百个右派 啊 八百个法革命 啊 叫快派 以我为首的 以您为首的 这八个法革命 就大会比小会到 后来就 大爷都投降了 啊啊 就我一个没首相 您不投降 对啊 所以 这件事情 还在毛 毛主持人知道了吗 毛主持人知道以后 最后来到 第一次造个谈话 抢了六个小时啊 啊 就让我讲情况 啊 最后来讲了情况以后 向毛主持人回话 所以毛主持人就知道了嘛 啊 毛主持人在那大字报 就是抛大十年不大大字报 啊 主要是为 以我的 啊 那个 清皇去写了 啊 中央少数同志 啊 这些反冲之产的想象 啊 实际 那实际 实际 实际 你转转 啊 啊 要不革命 嗯 又和其多也 嗯 嗯 主要是为我 为我的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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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哪本书啊 啊 就就我姐那边说啊 啊 清华革命 五十年 啊 清华呃 在学生里边 呃 都是一个 像神一样的标志 您能从那个 苏北 沿城那种落后的 经济落后的穷地方 呃 能考上清华 那肯定好多人崇拜您吧 对啊 啊 一九八七年啊 啊 我住了十七年老啊 啊 回到 回家去啊 啊 我们家有老百姓呢 啊 都不当我从 家里放出来啊 啊 因为我是 好像是说应用回来啊 啊啊 啊 天内到 市里边上 到我们家来帮我们家 原来就集满了啊 啊啊 啊 是我们家出的一个名人 啊 啊 您名字为什么叫大富呢 啊 啊 农人嘛 发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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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六个 他们就考成了美 그것呢 没您学习好 没有 他们看美进化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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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上大学 那您这个监狱十几年 就把您的学的工程化学也都给打断了吧 那打断了 我学了三里大学 但是刚学专业科 后来就是 我学的放射化工 就是搞原子能力 油提升的 油浓素 油就是那个放射性的 就搞那个的 后来就没有学下去 就没有 我们三十八个人 三十个人 二十八个就不搞专业 三十个人二十八个都不搞专业 对 就跟我似的 我也不搞专业 我当照相的了 你照相专业 但是现在已经不能 照相已经不能专业了 因为那个现在都改摄像机了 我我认识的那个 你们去一红苗 一红苗教授 那个我是往往大搬出来拿 哦哦哦 就是估计真迪式的 真迪 一红苗到我们家来过 那本书 那本书 我回去再读 您帮我那个 您帮我再跟那个大胖说说 我自己不敢冒昧去 不急 不急 等您那个回家 今天四月的那回 您回去的时候 然后我跟您去 然后我能拍出一个那个历史性的会见 对 北大的 北大的学霸 跟清华的学霸 六十 哎 五十 不止五十年了吧 不止五十年 不止五十年 五十五年了 五十五年再聚 对 您得跟那个韩爱经学 他怎么那么瘦啊 您还是胖 您 我也是胖 我也应该是跟他学 就喜欢吃 然后 喜欢吃 不能喜欢 对 然后应该跟孟大姐学 你看孟大姐 而且他不但健康 而且体清如艳 还能上舞台 但是他不敢转 我看那个 就您那个 哎 那个人敢转圈 是吧 对对对 对 然后我昨天 我就说 我说你看孟大姐 这脚 他跳舞 他脚不敢离地 你是敢转圈 看 刚说我们都那么胖 你都消毒吧 用那个消毒纸巾消毒 养生 然后说得像 那个 像韩爱经打歌曲 然后像 哎 然后 你看 你看你 太瘦了 他是没那个 他没那个 身体外货吧 他那 他那 他其实找两个 他真的 你是凯大夫司机 他是凯大夫媳妇 我刚才是觉得 没有分身体外货的那个 真的 没关系 在美国把那个 注意出了 台湾人 是咱们那个 就好多年前 国际 邀请回来的那个 代表 刚才 我以为您是凯大夫媳妇 她是凯大夫司机 我刚 我们俩都 抡他 他媳妇 他媳妇不是网上都说 北大高财生 怎么着热爱 热爱凯大夫吗 网上 对 我说 我以为就是网上说的那个呢 杨娜姐多好的人 素诚是那个人 就是 完了我说 老奎可以 一司机 一媳妇 一出来俩人陪着 就是 后来 后来一说 他是韩矮精 我才吓一跳 我说 我觉得韩矮精 跟李逵似的应该 是吧 怎么说 这 是吧 对 他那个照片多 他不像老奎那么 他那么 他那么 一件叫一镜到底不剪辑 就是不剪辑的新闻 因为任何 是什么样 对对对 不却美化 没有说是像那个那个主持人嫌化妆 有人给写词 有导演 有摄像 然后有剪辑 然后再配声乐 然后最后拿出来给给大家一波 我认为就应该是不剪辑的 这个的时候 他们都说怎么能做到这个呢 现在能做到这种小的机器 我对文革也是 四个字 还原真相 就你认为现在 那个网上的大量的故事真相 这个就很容易 就没办法说 有一些是真相 有一些是 对对对 但是我主张这个原则 还原真相 还原真相 对 那就是实事求是 是吧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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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